我年紀老人買金子做紀念 錢給他們沒什麼用 想買金條錢卻不見了 兩名巴巡阿嬤 圍著遠景訴說沒完 因為他釣的客室250萬 沒有七個鴨子 下壞圖給他多 他的家屬內派金子店 想拿250萬買金條給子女 把錢帶出門怎麼憑空消失 阿嬤與好友卻怎麼回想 都想不起來 嚇得趕緊報案 警方調閱監視器驚人發現 兩人從市大公館校區附近 要準備搭計程車時 阿嬤手上還抱著 裝有250萬的手提袋 想不到坐小荒 到水源市場周遭下車時 袋子卻已經不見了 兩名阿嬤這時卻還沒發現 一路又說有笑走去附近營樓 想不到走著走著 這才驚覺250萬呢 跑去哪了 金城員聯繫計程車司機 確認包包移留車上 願意立即協助 將其送至派出所 原來裝有250萬的包包 就被阿嬤忘在小荒車上 司機接到通知 自己也嚇了一大跳 趕緊送回 索性包包內分毫不少 阿嬤真是稀出望外 失而復得的250萬 這下可別再丟啦 記者中誠良 洪玉蘭 特別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